聯儲局在金晨議息會宣布減息半離 美元先跌後回升 後向如何呢? 今天跟大家講解一下 大早晨 今天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 歡迎大家收看《財經早餐》這節目 在金晨議息會之後 我們看到聯儲局宣布減息半離 將聯邦駐備基金息率的範圍降至4.75%至5% 這範圍作為今年聯儲局減息週期的揭幕 這個減幅較市場一般估計減25個基點 明顯是要大 在記者會上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 他作出這個決定不僅反映出聯儲局有信心 通脹會賣向2%的方向賣進 更是有決心要將勞工市場保持強勢 另外鮑威爾也說 假如在7月的議息會的時候 他能夠掌握到7月的就業報告的話 他相信聯儲局也會有機會在當時作出減息 言下之是什麼呢? 就似乎鮑威爾在暗示聯儲局在減息的時間上 有滯後的情況 也解釋了為什麼今次減息達到半離這麼大 對於美國經濟前景的預測 聯儲局估計今年美國的GDP將會增長2% 略低過在6月份當時的估計2.1%的增幅 以及預期在今年的失業率 將有機會到年底攀升到4.4% 也較8月份的4.2%的失業率明顯是要高的 對於上述聯儲局的估計 大家必須要緊密關注 因為如果經濟不達標的時候 隨時可能會影響到聯儲局日後的貨幣政策 好了 對於今晨的議息會 聯儲局的議息的委員們 同時對未來兩年的聯邦住民基金的息率的變化 作出預估 這個預估市場又稱為點陣圖 當中的估計是 今年如下兩個議息會 即是11月7日和12月18日 聯儲局估計是有機會 在每個議息會上減息25個基點 如果是屬實的 即是今年聯儲局合共有機會減息達到1% 對於2025年聯儲局估計 息率的減幅達到1厘 2026年全年的減幅是半厘 即是到2026年底 聯邦住民基金的息率 將很大機會落到2.75%至3%這個範圍 再看美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 現在市場估計 聯儲局11月減息25個基點的基率 可以說是100% 減息50基點的基率只有33% 在今次減息的幅度 雖然是大 但由於25個基點的減幅 這個因素基本上早被市場所消化 而額外的25個基點的減幅 也多是市場預期之內的事 這是解釋為何減息之後 我們未見到對金融市場 帶來太大的即時變化 反而美匯指數更略見到反彈 今次減股市場 我們見到美匯指數 就是101.29個指數點 不過 假如往後美國減息 如果好像點陣圖所指 這樣的情況下 在美國的息率回落 較其他七大貨幣要快要大 相信會對美元不利 技術上美匯指數 在102.50這個指數點 這個位置 可以視之為一個較大的 上升的阻力位置 往後市場的焦點 相信將會轉移到 10月22日金磚峰會 看看金磚組織 能否成功推出 他們的版本結算支付系統 如果成功推出的 相信將會對美元 會帶來另一輪的衝擊 好的 今天講的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請一個男 fairness 請問一下 去女房 如果你也不呈 可能嗎 還可以